看一下 今天水果家又上了一条大货 一大早兴充充都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这条也不小了 不过要小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水果家说看一下有多重 看一下 4点 哎呀不好放 应该是4.8公斤 差不多是快10斤啦 OK 尼谷他们说 像这边钓大鱼的话 要给税的 Pay government tax from lake or anywhere 湖里面的话应该要上税的 像这小地方 你看 这个是上次我 从国内买的那个鱼钩 是要强壮一点啊 这条鱼还是活的 刚刚才从里面把那个 把那个搞出来的 人卖就卖了啊 像这种鱼的话 其实在湖边的话估计是好几万的 上次我们不是也钓了一条在那个沼泽地里面吗 那条鱼这个应该大一点 可能有个七八公斤 好像身称的是七点几公斤吧 上次那个买了五万 差不多接近一百了 不过像这个的话 它估计也就三万左右 当然如果市场好 它像湖边的话 估计会贵一点啊 看来 我不能去啊 一去反正是上不了大货的啊 西哥家说这个新鱼钩要比较好 三十五买好像加起来 这个是那个管復伊斯利的 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的 加起来估计两百多颗 他说只下了十几颗 一看不懂moneyhawk 嗯 这个鱼是在那个河边 不过现在雨季的话 好像水还是不多 但是谁也有雨 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下网去搞了 就等着下几场雨啊 现在每天的话 一点点雨 把地面打湿 估计下个月才是 进入正式的雨季啊 OK 看来钓鱼的话 我去的是跟大鱼无缘的 每次去了都钓不了大货 只有西哥家一个人去 所以说你也看得到 西哥家他自己一个人平时也会去钓鱼的 因为毕竟来说 有大货的话 像这种的话 一条鱼都抵得上他一天的收入了 可能更多 哪怕是小的 多搞几条的话也不少了 下次长水了 那条活冲干净了 我们就用那个圆笋排钩钓 放几十个钩在那里 估计收入会多一点 不过 那个需要的时间就会长一点啊 好了 就等雨季 多下几场雨 我们就可以去多去河里面 下钩或者是下网了 不过也要赶紧的啊 这两天物料到了又没时间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